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特殊朋友大家好 我是廖一輝 歡迎收看時間做手 舊統跟各位分享一樣 不管做票也好 做期子也好 其實都可以很簡單 但是一定要有領先 而且可以施展性技術 就像我在節目當中跟各位分享的 當他們擁有新金流觀念的同時 不用再像過去一樣死爆活爆 也不會像過去一樣有滿手套腦股票的遺憾 只要跟著新金流觀念 用最踏實的方式一步步做下來 很自然的就可以創造出比票更不要獲利 但是很多朋友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 到底原因出在哪裡 就是從過去 你跟著市場當中的分析師去做 常常會發現資金的運用沒有效率 因為股票總是包上包下等不上漲 不敢百分之間進出 加上持股過於分散 凹單不停損 會多不會空的結果 都是造成資金運用沒有效率的原因 同樣的過去用的軟體 為什麼沒有辦法幫自己賺錢 因為你用的不是原創系統 所以沒有辦法真正的實戰 有太多的參數、模組、週期 全部要讓貨人自己猜 甚至呢 選股出來的支數、模組還會太多 還需要人工的訊息去輔助判斷 最重要的 買賣點常常會慢半拍 沒有辦法完全做到單一 而且精確的買賣點 因此呢 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所有的會員 都一定會用我本人手機號碼 而且我白賣可以做到 價格、誠信不會降 而其他的分析師或系統 為什麼做不到呢 原因很簡單 如果一個分析師或系統 可以長期幫客戶穩定獲利的同時 何必躲在業務助理背後 甚至每天的節目當中 辛苦做過度行銷、打折 還需要贈送資料不是嗎 而當你擁有時間做手的同時 你已經掌握住一個非常大的優勢了 因為這個系統呢 百分之百是我自己原創的 包括城市的部分 也是我一個人獨立完成 完全不需要委託外面工程師 這市場當中 其他軟體絕對做不到的 而在進場之前呢 會歷經卻顯示進場 停損、停利 上個交位一次有各位 我堅持只賺最好賺的 因為資金效率才高 就是因為操作有把握 所以每一筆代進出一定都是百分之金 多空能雙向獲利自然就加倍 就同你說眼鏡有平衡事實 也就同每天我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樣的 跟著心金流關係做 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 一檔股票就夠了 而且每一筆代進出一定都是百分之金 一定是百分之金買一檔 一定要百分之金賣掉一檔之後 差錢換下一檔不是嗎 就是要用最踏實的方式 以一步步做下來 從9月12號到今天 一個月的時間 你的一百萬透過金流力量 已經幫自己創出兩百七八萬的利潤了 而你的一千萬呢 透過金流力量 不是也幫自己創出兩千七百八萬的利潤 但是 再回過頭想一次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你如果還在過去死報活報的方式做股票 甚至呢 還在用不能是軟體幫助自己抄股票 到底幫自己創出多少的報酬 因此呢 就等我在節目當中 會想要提醒各位的 我說過去一條路 如果一路走來都走得很辛苦 也走不通的時候 此時刻就該換一條路 換個方法走的時候了 就同每天我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喔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十月十八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一百萬 賺了十二萬 系統告訴我們經營 賺完最好賺了一段 先把賺到錢發口袋 接著換股增加報酬 十八號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買齊陽這一檔票 接著賺它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接連不斷的發生 十八號也就在這一天喔 系統告訴我們把錢檔票賺的錢 發口袋 再把資金轉買齊陽這一檔票 要接著賺它最好賺一段 K線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次的坐在較上面的邊桿 短短的一天兩天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刷出十萬的利潤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所以呢 這檔股票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 堅持賺它最好賺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十九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一百萬 賺了十萬 系統告訴我們基金 賺完最好賺一段 所以紅棒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也不要熟得賣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單檔股票賺完最好賺一段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不知道賣 你捨不得賣 報到最後 會像過去一樣一樣的 報上報下 會浪費了很多時間 膽持 當擁有新金流觀念 賺錢的速度 可以這樣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砍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十九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一百萬 賺了十萬 系統告訴我們基金 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袋 接著 換股增加報酬 問題是 十九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 再換到 什麼樣的國家身上 很簡單 全部交給時間做什麼 我們只是把時光回縮 回到十九號這一天 很簡單的按 一屆選股多 一樣 資金選股 三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 轉滿 宏觀這一檔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十九號 十九號 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把錢同票賺的錢 發一口袋 再把資金 轉滿 宏觀這一檔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一段 K線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 坐在交商位的邊桃 短短的三到四天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創出 21.8萬的利潤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一次的發生嗎 所以呢 這檔股票 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 堅持賺它 最好賺一段 就從你所看到的 在二十二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一百萬 賺了21.8萬 系統告訴我們 建議賺完 最好賺的一段 所以紅棒 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 也不要捨不得賣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這檔股票 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不知道賣 你捨不得賣 報到最後 會像過去一樣 一樣的 報上報下 又浪費了很多時間 但是 當擁有新金流觀念 賺錢速度 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二十二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一百萬 賺了21.8萬 系統告訴我們 建議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袋 接著 換股增加報酬 問題是 二十二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 再換到什麼樣回到身上 很簡單 還是 交給時間做手 我們只是把時間回溯 回到二十二號這一天 操作可以非常簡單 明確 易懂 很簡單的按 一件選股多 一樣 資金選股 三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 轉買百灰這檔票 接著 賺它 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 到底有沒有 接連不斷的發生 二十二號 也就在這一天喔 系統告訴我們 把錢檔票賺的錢 發一口袋 再把資金 轉買百灰這檔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一段 K線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 坐在膠上面的邊喊 短短的三天兩頭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創出 是八萬的利潤嗎 好事 不是這麼再一次的發生嗎 所以呢 這檔股票 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 堅持賺它 最好賺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二十六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 一百萬 賺了十八萬 系統告訴我們 今天賺完 最好賺的一段 所以 紅棒 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 也不要捨不得賣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這檔股票 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不知道賣 你捨不得賣 包到最後還會像過去一樣 一樣的 包上包下 又浪費了三天的時間 但是 當擁有新金流觀念 賺錢速度 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接著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二十六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一百萬 賺了十八萬 系統告訴我們 基金 賺完最好賺了一段 先把賺到錢 放一口袋 接著 換股增加報酬 問題是 二十六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 再換到什麼樣股票身上 還是一樣 交給時間做手 我們只是把時光回溯 再回到二十六號這一天 操作可以簡單明確易懂 很簡單的按一鍵選股多 一樣 執行選股 三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 轉買廣定這檔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的一段 二十六號 一起來看 好事 到底有沒有 接連不斷發生 二十六號 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把錢人給他賺的錢 發一口袋 再把資金 轉買廣定這檔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一段 K線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次的 坐在較上面的面談 短短的三天兩頭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創造出 二十點九萬的利潤嗎 好事 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也就等我 在節目當中 該跟各位分享的 五個金流而已喔 事實上 從十月十五號到今天 十個交易日的時間 你一百萬 透過新金流觀念 已經幫自己創造出 八十萬的利潤了 而你一千萬呢 也已經幫自己創造出 八百萬的利潤了 但是到今天 還剩過去 死報活報方式做股票嗎 還剩過去 不能使用軟體 幫助自己抄股票嗎 很多投票在市場當中 都會非常想要知道 如果用最短時間 幫自己把資金做翻倍 而在市場當中 要做到最短時間翻倍 一定要完全做到 敢買敢賣敢換股 所有操作資金 一定要百分百資金 集中操作單單股票 絕對不像老派投資觀一樣 總是分批加碼 分散個股 再來 沒當股票 一定要堅持只賺 最好賺的一段 也不會像老派投資觀念一樣 總是死報報等股票上漲 最重要的 一定要領先市場 最好賺的買賣點 更不能像過去一樣 進出的時機 總會慢了半拍 而時間做交調很簡單 所有操作 一定是百分之金 集中操作單單股票 加上嚴格風險控管 跟領先市場的賣點 才有辦法幫助各位 用最短時間 把資金做翻倍 就同你所看到的 這一段股票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沒有辦法領先市場 很清楚肯定知道 40.7 就這個階段以來 最好賺的賣點 難道每次都要等到股票 大跌之後再考慮辦法賣嗎 是不是經常常 來不及 已經慢了半拍 這時候你會問我 我如何領先市場 知道40.7 就這個階段以來 最好賺的賣點 很簡單 要領先市場 一起來看會是比較快的 這段股票 在這一天 我看那個事實 周線多 第一根紅色續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定是 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賣點 當天除了給各位明確 進場點 停損點之外 提點會 一併直接告訴各位 看哪裡 就是要看 當天 正擺動均折這個數字 他在當天直接告訴各位 來到40.72 適捨無疑就是 40.7 一定要全數賣出 一張不留 在進場的當天 直接告訴各位 一旦來到40.7 一定要全數賣出 在連續幾天大漲之後 最高來到41.5 所以我們設40.7 一定可以賣掉 可以把這一段 最好賺的發一口蛋 自然不會有任何一張股票 會有大賺點小賺遺憾 這裡面浪費任何寶貴時間 老派投資觀念是什麼 先進場再講 走一步看一步的結果 常常是 錯過了最好賺的賣點 都等到要大跌之後 甚至長黑之後 再考慮幫賣 事實上已經來不及 甚至賣不下手了 不是嗎 同樣的 很多投票 為什麼過去財富 一直沒有辦法累起來 因為你沒辦法 跟我們操作一樣 把百分之金集中操作 在單等股票 待個點會上面操作 好想想 過去呢 那你股票常常會買在前面等它上漲 一等不知道等多久 你絕對不會敢買多 要不等到連續大漲之後 再衝衝幫幫別人臺 叫你還是不會敢買多 所以 縱使買多還會有 買不多壯多遺憾 持續不斷發生 財富當然難得一起來 但是跟著時間做一件事 要完全做到簡單 而且肯定 一個階段 永遠唯一 這個最好賺的買點 絕對不用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加碼點 這麼簡單、清楚、明確 就從這一張股票 在這一天 我看到個事實 周線多 第一根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 一定是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既然是唯一 我所有客戶在這張股票這一天 一定是百分之一買進 那好事很讚發生 同樣的 我在節目當中 從來不會跟各位特別強調的那張股票 用掌勢賺錢的辦法 每一張股票都是一樣的道理 包括這張股票 在這一天 我一樣看到個事實 周線多 第一根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 還是一樣 是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既然是唯一 我所有客戶在這張股票這一天 還是一樣 百分之一買進 那好事很讚發生 當然百分之一買進的原因是什麼 第一個 當然 因為夠簡單、夠明確 沒有太多的條件 沒有太多的可視 但是那是 就是一個明確最好賺的買點 就這麼簡單 而且非常清楚 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你會發現 我買點常常會領先市場一到兩天 絕對不是等到 漲了兩根漲停板之後 再幫別人抬轎 或者像在昨天 長紅漲停之後 再去做追價 而就如同你所看到的 我們就是會 剛剛好買在漲停的前一天 前兩天 這就是 時間做交一桶 獨特的技術 同樣的 可以再看一檔股票 也是一樣的道理 這檔股票 在這一天 也就是昨天 同樣看那個事實 周線多 第一根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 一樣是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既然是唯一 我所有客戶在這樣買到這一天 還是一樣 百分百資金買進 那好事很自然發生 因為你跟著時間做交一桶很簡單 完全沒有參數可以設 所以你看到的買點 跟我看到的買點 絕對是一模一樣的 所有人看到的買點 絕對是在這一天 不是等到今天 長紅漲停之後 再幫別人抬轎 而是要買在漲停的前一天 而這就是時間做交一桶獨特的技術 也就是我在節目當中 才會跟各位分享的 我永遠只相信一件事情 只有客戶獲利的口碑 才會是最好行銷 其他都是多餘的 但是 你現在要跟著 新進的觀念 創出比標跟比標獲利 事實上並不難 你現在欠缺的只是一個 親身體會 領先實戰新技術的機會而已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現場 你過去總是被不實在的測標和行銷手法誤導 使用品質不良的系統或空序嗎 實力才是關鍵 有實力才敢直接面對投資人 這次您可以直接擁有老實本人手機簽字服務 有實力才敢提供高品質的保障 這次您可以擁有高品質的六大保證 這次您可以選擇有實力的分析師 有實力的系統 讓幸福的事每天發生 02-2389-8029 02-2389-8029 您需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您需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其他投庫幫您啟動制勝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自己推薦02-2389-8029 02-2389-8029 各位投資朋友歡迎回到現場 這次我跟各位分享的一樣 當他們擁有時間做手去做旗子的同時 這種只有一口單,百分之單蔥 完完全全沒有流暢壓力 我們可以讓好事每天都會發生 就同這個地方的結果 一定是一口單賺賠加總結果 就同你所看到的 台紙10一個月過去了 賺這麼多,負這麼多 賺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賺2852點 11月呢,六天過去了 賺這麼多,負這麼多 賺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賺907點 當然,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好事一樣再次發生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三筆對三筆 一口單蔥呢 也要可以賺130點 同樣的 很多特殊朋友在市場當中 為什麼一直做不好 甚至跟著很多頭顧老師 甚至很多的軟體 為什麼一直都做不好 其實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用的是市場當中 沒有辦法失散的工具 常用私家追單 有嚴重懷叫問題 買賣點訊號會消失問題 最重要的是 有太多的參數、模組、週期 全部要讓會員自己猜 因此呢 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所有的會員 都一定會有我本人手機號碼 而且我百分之可以做到 價格、成績、博價 而其他的分析師或系統 為什麼做不到呢 也很簡單 如果一個分析師或系統 可以做得很好的同時 何必躲在EU助理背後 甚至每天的節目當中 辛苦做過度行銷 還需要打折不是嗎 而當擁有時間做手的同時 在進場的當下 系統就可以立即明確顯示 進場停損、停利 上個價位一次的各位 週期固定十分線做當從 全數、定價百分之百 不要滑價問題 每一天每一筆 我都一定跟各位對價對時 賺得賠的 我已經全部跟各位分享 沒有參數可以設 這個模組簡單明確 全部可以去猜 就同你所看到的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三筆對三筆 一口當沖呢 也可以賺130點 同樣的 我們還是看一下今天 每一筆的交訊號 接第一筆交訊號 在8.55分的時候 跳光盤 不同步 反向做多訊號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電腦 會比較快的 一起來 就同你所看到的 這個是昨天的最後跟K線 本來在灰色線上 這接第一根K線在灰色線下 線上變成線下是轉折 線下是綠色 本來應該要做空 但是我說過 8.55分一定要看一下上下的顏色 顏色不一樣就是要倒過頭來做 所以收盤收定 必須設收盤價 也就是17023去做多 一起來看會不會成交 下一根K線最低來到17016 所以定價百分之百 全部可以穿成交 但是千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系統自動幫 跟各位規劃的壓力區 一口單正75點 記得先幫他發一口蛋 再等今天第二個機會 趨勢盤同步做空的訊號 還是一樣 一起來看電腦一起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當行情找到這個位置 本來在灰色線上 變成灰色線下 線上變成線下的轉折 線下是綠色同步做空 所以收盤收定 一樣是設收盤價 也就是17049去放空 一起來看會不會成交 下根K線最高來到17056 定價百分之百 全部穿在成交 相同的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系統自動幫各位規劃的支撐區 一口單正42點先把他發一口蛋 再等今天另外一個機會 趨勢盤同步做多 這個訊號不做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們在進場之前 會先知道進場停損停留位置 一旦只要先來到停密滿足點的同時 當然不會去做他 還是一樣 必須要等待下個機會 也就是在這個地方 趨勢盤同步做空 還是一樣 一起來看電腦 一起來 就同你所看到的 行情找到這個位置 本來在灰色線上 變成線下是轉折 線下是綠色同步做空 所以呢 收盤收定還是一樣設收盤價 也就是17005去做空 一起來看會不會成交 下一根K線最高來到17020 定價當然百分百 全部可以穿成交 相同的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系統自動幫各位規劃的支撐區 一口蛋正三點再拔發一口蛋 就等我在節目當中才跟各位分享的 當我們擁有領先實戰新技術的同時 好事自然每天都會發生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